如果大家看到如今9999,4个9,代表金含量是99.99%,百分之那,percent,percent的。 哈喽,大家好,有没有想我们啊,我们是安娜和杰。 哈喽,Friends,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 大家看到我今天穿的是珠光宝器的,那可能想到我今天的视频呢,是关于黄金首饰的干货分享。 在中国传统中,金娘在当天出嫁的时候会佩戴黄金首饰。 那除了代表喜庆吉祥,也成为婚嫁中不可或缺的配饰。 但大家真的了解黄金吗? 这个日常佩戴的黄金首饰如果不想推坑,一定要看看我们今天的视频。 没错,本期视频呢,给大家了解黄金,包含三斤五斤,黄金的计价方式,黄金的纯度。 选择黄金的款式,黄金如何挑选,是否保值这么七大干货。 让大家告别黄金小白不会上当受骗哦! 好,我们来看看吧! 结婚购买黄金首饰通常是由婆家为未来媳妇准备的,以此来表达对儿媳的喜爱与重识。 第一个知识点,什么是三斤五斤? 我们说结婚的三斤是指金项链、金耳环和金戒指。 五斤就是在三斤的技术上多了手镯、脚镯,或者我们把脚镯换成吊坠。 嗯,虽然买黄金首饰是结婚传统,但每个地方的习俗和每个家庭的经济情况都不相同。 我们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既符合婚嫁的习惯,又不铺张浪费。 对,知道了三斤五斤买什么?什么时候购买呢? 在通常我们去买婚礼的金饰是在订婚之前购买。 在订亲的时候作为男方给女方的一个聘礼,赠送给女方。 像我个人呢是没有办订婚仪式的,两家的父母呢也没有非常正式的说见面坐下来去订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是一直拖到了准备要结婚,我才和Jack去挑选了这些黄金首饰。 嗯,对。 买黄金就要了解金价,市面上金价分为国际金价和品牌金价。 所谓国际金价就是指黄金原材料价,而品牌金价是指买黄金首饰的品牌给出了他们的自定的价格。 所有品牌金价都是随着国际金价而波动,在国际金价的基础上加价。 如果大家准备买黄金首饰,一定要关注国际金价,当国际金价下跌时,品牌金价才会随着下降。 这时候去买黄金首饰也会更便宜。 对,像我和Jack结婚金价,完全是等到了即将要举行婚礼才去买。 这个时候就变成了钢区,而此时再去关注这个金价已经太晚了。 是。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积取经验,少花愿望钱。 当然,如果你是土豪的话,那就随意吧,随时都可以买了。 我们确实是处于高价时候买。 当然,买完一个星期之后,我就看那个金价每天就是狂跌啊,一路下跌。 我一直对Anna说,买就买了,这是我的爱。 不要想买着贵了,最重要是买的时候你开心。 嗯,这个安慰挺好的。 了解完金价,我们要知道市面上有两种黄金机价方式。 分别是一口价计价方式和客重计价方式。 这里要敲黑板画重点,我们买黄金一定要按客买,不选一口价的黄金首饰。 诶,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一口价的黄金是不会告诉我们消费者黄金的客重的。 啊,意思是商家直接标注这件商品的品牌的标价了。 对,那客重计价我们就非常明白了。 我们买到黄金首饰的客重,乘上品牌的金价要加上收工费。 啊。 第四个知识点可是非常重要,大家可以做个笔记总结哈。 买黄金,选足金,不选K金。 这句话虽然简单,但还是有些细节的区分。 没错,首先大家要知道黄金的纯度是指黄金的含量。 那大家在购买黄金首饰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是否标有相应材质的刚硬。 如果没有刚硬,可要提高注意了。 哇,重点来了。 当我们购买黄金首饰时,看着写着AUJ或者足金,这个标志就是没有问题的,也是我们说的真金。 AU或G都是国际上用来表示黄金纯度的符号。AU是黄金的化学符号,G是英语gold的缩写。 那我们去看到AU999,J999,或者足金999,其中999意思是指黄金含量千分之999,代表着金含量不低于99.9%的黄金。 如果大家看到足金9999,4个9,代表金含量是99.99%。 百分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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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看到足金9999,4个9,代表着含量量是99.99%。 看看我们这么多数字9999,所以大家最好是拿笔记记一下。 像我手中的这条金链子,大家可以看看,上面就写的是足金。 长颜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就目前的黄金冶炼的科技水平而言,是无法提炼出百分之百的纯金材料。 所以真正的R14金是完全不存在的。 像中国的行业标准上是完全不可以标称R4K金或者是纯金的。 所以大家买黄金的首饰,也没有必要说要追求个4个9或者5个9。 对,既然我们已经聊到了黄金,那知识点要延伸一下是关于K金。 AU750,J750或者是J18K,其中750意思是黄金含量千分之七百五十。 代表它的金含量是百分之七十五的黄金和百分之二十五的其他金属合金,俗称十八K金。 很多名牌,大牌,会选择这种品质的黄金来做手势。 造型多变,坚硬度也高于竹金。 如果大家手中有购买过这种黄金戒指可以拿出来,看看有没有这些刚硬。 在这期视频里,我真的非常想告诉大家,那些国际大牌的产品,品牌溢价是超过我们想象的。 也就是说,金银首饰的价格已经远远的高于它本身的价值。 比方说有人喜欢Tiffany,Cartier等等,没问题,那就去买,对吧? 对,如果你是更在乎于珠宝的品质,而不是追求名牌,那就会少花很多冤枉钱。 那下一个知识点,如果你看到AU585,G585和G14K,同理它就代表着含金量为58.5%,再搭配其他的元素像银,铜等组合而称,俗称14K金。 嗯,我们都知道黄金的特点是非常软,14K金硬度更高,可以镶嵌各种的珍珠和保湿等。 而且14K金颜色是金黄,也不易生锈啊,也不易腐蚀,光泽的保持度也是不错的,价格也比18K或者是竹金便宜。 这是大实话,对吧?所以用于日常的佩戴,漂亮又时尚。 嗯,但是如果大家购买黄金首饰的时候,看到下面刚硬,一定要注意了,它们并不是真金。 KF代表的是包金,在铜铁银等质地的基础上,包一层非常薄的金箔。 如果你看到JF,KJF,它代表的是断压金,与刚刚所说的包金是非常类似的,它是金箔断压在其他金属制品的表面的。 如果你看到了KP,JP,KJP,那它代表的是镀金,就是在我们的首饰外面镀上一层薄薄的金,大约两三微米这样子。 这些都是买黄金时的细节,这种的首饰,易掉色,成本低,可千万不要成为鱼人大头,把它当成竹金的价格购买了。 是的。 说完黄金纯度,我们来聊聊黄金的款式干货。下面这部分销售是不会告诉你的哦。 哦,那大家一定要牢记咯。 耳钉要选弯针,不选直针。 那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知道黄金的材质非常软,那纸针通常是K金或者是添加其他的金属。 那它们不是竹金,却让竹金价格买。那作为消费者不划算了。 特别不划算。 嗯。 那选项链呢,要选M扣,S扣,不选弹簧扣。 同理,弹簧扣的位置啊,不是足金。 像K金呢,它就是有硬度可以来支撑。 我记得当时我去问销售,哎,这个链子是弹簧扣,它的位置是足金吗? 对方想都没想,立刻回答说,是X啊。 可是我明明已经看到那个弹簧扣上的钢印和项链上的钢印是不同的数字的。 销售在客人试带的时候不会告诉,如果你不懂,那很可能就会惨雷。 对,我当时说,如果我想把这个弹簧扣换成M扣呢? 那店家就表示,他们是可以买回这个弹簧扣,但M扣还是要按客重和手工夫再单算。 这就得不偿失了。 是的,卷手镯时我们要选择一体成型的,或者是推拉牛鼻扣的,不要去买空心和镂空的手镯。 为什么? 因为空心的手镯亦变形亦断裂。 漏空的手镯呢,在造型和做工方面,那真的没得说太精致漂亮了。 但是空有其表,不但容易击灰,有些地方还是焊接,所以它是非常容易坏的。 是不是要给自己找麻烦了? 说到手镯,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我们也会看到有人介绍说我们不要买大扣。 像下面这张图也写着不要买大扣,因为扣的这个位置是会用其他金属代替的。 但是这一部分呢,我们两个人其实是有个人见解的。 这里呢,会放在下一期的视频,如何挑选,怎么挑选黄金手势这块去详细的给大家介绍。 好,大家可以关注并留意一下下期的视频干货。 双耳钉、项链、手镯这三种款式,接下来就要到黄金戒指了。 戒指很多人建议是选一体成型,不选开口的。 因为买开口的其实是容易变形松动,还很容易去丢失它。 但是在戒指的选择这块呢,我们也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所以同样关注下期视频,和大家续聊这一块啦。 好。 有了说,好玉不香金,香金没好玉。 不要买镶嵌珍珠玉石宝石的黄金。 那之所以有这样的说法,是因为足尽的黄金,在不镶嵌不修饰的情况下,依然是非常漂亮美丽的。 如果说用黄金来镶嵌,为了防止变形,那就会相应的提高黄金的硬度。 那这个时候的黄金中,肯定是添加了少量的银铜鑫等金属啦。 这样才能增加黄金的硬度和韧性。 对。 如果黄金的含量不足,成色也没那么好。 其实是非常不建议大家去买这种镶嵌类的黄金。 嗯,是。 大家可以看看我现场实戴的这几款项链吧。 其中镶嵌珍珠的黄金项链和没有镶嵌任何饰品的黄金项链。 作为一个对比参考,是不是有镶嵌的与纯黄金项链感觉是不同的呢? 黄金作为可以世界流通的货币,从古至今就是经久不衰的物质之一。 很多家庭把黄金作为传家宝来流传。 甚至名价还有一种说法叫做乱世买黄金。 比如,大炮一闪,黄金忘了。 古人更多的是避难和保质,而现在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投资价值。 对,所以古今理解是有差异的。 没错,但说实话,买黄金饰品更多是为了自己带或者送小礼物。 毕竟千金拿买我开心嘛。 但若是以投资的心态来购买黄金饰品,Jack你怎么看呢? 通俗的讲,从金块到饰品中间有制造设计、批发零售、手工费等。 购买的价格已经高于普通金条,而卖出的时候, 有时候是按国际价收购,有时候是国际价又减一点,又要保持商家的利润。 所以中间的损失呢,一般是你个人承担的。 对啊,那国际金价呢,本来就是比品牌金价要低的。 那手工费都不包含,对不对? 如果大家真的想投资黄金,一般来讲可以买黄金类的ETF,不太建议去买一些黄金期货这种高风险的投资工具。 买黄金饰品的时候,大家其实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消费。 因为当我们去买进的时候,这个商家是已经加了价的。 所以等我们想要卖掉,商家肯定会为了保证它的利润,是出的更低的一个价位。 就这样算下来,如果我们的这个金价没有涨很多,其实是损失的。 所以娶妻一定要娶像安娜这样的,花钱是总为我考虑。 最近因为金价下跌,老在我面前说我们花多就花钱了。 真行,人生无常,大肠包小肠。 掌握黄金tips,地坑指南都在此。 无论日常装饰还是婚嫁所需,希望大家看我们本期的视频对购买黄金首饰有一个详细的概念。 那下期视频也给大家带来详细的如何挑选黄金。 今天的七大购买黄金tips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会带给大家更多的干货分享。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请帮我们点个赞。 这样就会有更多的朋友们能看到我们这条干货视频了。 如果您是第一次看我们的视频,可以帮忙点个关注。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之后的干货分享了。 所以在这里也再次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注、点赞、评论和分享。 谢谢大家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持。 如果您有其他感兴趣的话题,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是安娜和Jack,期待下期再见,bye!